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指导人们思想言论行为的准则 作为国家制定政策法令的依据 当然 这种指导思想和秦朝的那种文化专制还是不一样的 在提倡经学之后 各家的学说还可以在社会上流行 只不过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它以儒家思想为依据 当然 国家也不是仅仅的去照儒家思想去制定政策 同时还兼采各种思想 特别是法家思想 因为治理国家还需要有一定的法制建设 特别是当时汉朝面临着匈奴的威胁 他要打仗 在战争期间还需要法制 所以 法家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统治者所实行 所以后来 这个汉宣帝就说过 汉家自有惩罚 本以霸王道杂志 是以霸道和王道结合在一起来用的 王道就是儒家思想 霸道就是重视武力 基本上就是法家思想 它是如法并用的 那么 提倡经学的另一个措施呢 是以经学来取释 具体来说 就是朝廷设立机构 设立五经博士 五经都分别设立博士官 找一些个这方面最好的老师 专家 做博士 博士招收弟子 弟子学得好 经过考试就可以做官 这样一来 各级的行政官员 渐渐的都成了有儒学修养的人 这就大大改变了汉朝官吏的队伍 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 过去那些官员很多都是功臣 或者说是贵族子弟 通过各种途径 甚至是买官来进入仕途的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其他各种人 甚至通过自我推荐来进入仕途的 但是现在经过考试 中国的考试制度在这个时代 进一步的明确和完善了 而且是用经学 这样一来国家的政治治理水平就大大提高了 很多地方官 他在地方上设立学校 对人民进行教化 提高了那个地方的人民的文化程度和道德水平 这就出现了很多的好的官吏 巡礼 比如四川那个地方 在战国时期 就是属地 他的文化比较落后 可是后来一些儒家人物到那去治理 文化很快就提高了 而且那些儒家人物关心民生疾苦 发展经济 那些地方富裕起来了 文化水平也提高了 就出现了很多文学家 像司马相儒 王包 杨雄 自从汉代以后 属地就一直很富裕 文化很发达 我们想想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 著名的一流的文学家 都有属人 是吧 到了汉朝 刚说过了 到了唐朝 李白 杜甫后来也入属 是吧 陈子昂 到了宋代 最著名的三苏 是吧 后代 当然还有很多 这都和儒家的功劳分不开 他搞教育 传播文化 是吧 这是提倡经学的措施 那么经学 对文学就产生了影响 影响文学的途径 有很多 首先是经学的思想 经学里边 比如提倡 人证 提倡个人 这个 讲究明洁 积极进取 讲道德 讲忠孝 这些 都影响到了作品 再有就是思维方式 经学的思维方式 就是崇尚经典 什么问题 都要从经典里边 去找典范 找答案 所以写文章 都要引经据典 汉代的文章 都是引经据典 动不动 就是书约 诗约 然后再结合那些经典 分析汉朝的现实 另外是经学的寿寿 与阐释方式 寿寿阐释方式 寿寿 咱们这儿就是寿寿 我是寿 你们是寿 就是怎么样 去传授 还有阐释 像刚才我说的 解释诗经 解释官居 是吧 这种 传授和阐释的方式 也影响到了文学 比如 学习经学的人 除了听老师讲课之外 互相之间还展开问难辩论 这样一来 使得那些论变性的问题 就空前的发展 后来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就提高了 这样渐渐的就像魏晋玄学转化 那么论说文的水平也很高了 这都是寿寿与阐释方式 再比如说阐释方式里边 有转 有序 是吧 那么 汉代这些文体 也就渐渐发展起来了 特别是序 序呢 就由 产式经典的一种文体 像是毛诗序 是吧 渐渐地变成一种 独立的散文样式 像我们后来学的唐代的一些序 我们学过吗 藤王阁序 是吧 魏晋的兰庭序 这都成为一种散文的文体 是吧 这都是从经学阐释的文体 发展演变而来的 再有就是取士制度 通过读书 读经典就可以做官 这就刺激了人们学习经典的热情 当然也有很多人 是为了利路 而学习 这无可厚非 是吧 不过那些最杰出的人 还是出于 人生的志向 出于历史的责任感 他要学习儒家经典 但是大多数人 有些人就是从利路出发 再有呢 就是士林风上 大家在一起学习 互相影响 形成了一定的风气 而儒家所培养出来的士林的风气 积极的方面居多 大家积极进取 正直做人 讲究道德 讲究气节 尤其是到了东汉 史学家们说 中国历史上道德水平之高 是在哪个朝代呢 是在东汉 东汉的社会风尚是最好的 士林风尚也好 人们普遍讲气节 到了东汉末年 那些经学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们 和宦官外戚 做斗争的时候 真是前伏后继 不怕死 可歌可泣 像是党部列传里面 讲的那些人物 将来我们要讲到 那么再看经学影响文学的 那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学思想 儒家的文艺思想 在汉代占据了主流 一会儿我们还要具体讲 再有影响到了作品的内容 很多作品表现出 经学的思想 还有作品的体材风格 像体材 我们刚才说的 比如序这种体材 就是经学阐释的问题 同时还影响到了 作品的风格 像是这个散文 大量的引经句点 侃侃而谈 像是老师给学生讲课 苦口婆心 这就形成了一种散文风格 董忠书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这是经学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非常广泛 和深刻的 好 再看第三个问题 就是两汉文学的建区独立 在先秦时代 文学基本上和其他的艺术形式 还有学术结合在一起 诗往往是和乐舞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文主要是和各种学术结合在一起的 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 真正能称得上独立的文学 也就是 处词 而到汉代 就不一样了 汉代的文学开始表现出和学术脱离 走向独立的趋势 不仅诗 渐渐的独立 而且文也是这样 人们开始把文学和学术著作加以区分 出现了文章文学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 而和今天恰恰相反 大家不要忘文生意 汉代人所说的文学恰恰是学术 主要是儒学 文章才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 就是那些有文采的 讲究艺术表现的这样的作品 那么司马相儒 司马迁 王包留相 这些人以散文或词赋著名 他们就被看作文章之士 而另一些人是以经学著称的 学术家 董仲书 公孙红 肖旺之 梁秋鹤等等 这些人就被称作文学之士 两类人开始被区分开了 不仅如此 人们从理论上开始认识到文学的一些特征 比如司马相儒就提出 汉复 他的特点是 和其足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 是说 就像织布 把各种彩色的织线组合起来 织成美丽的花纹 然后 就像是 以锦绣作为质地 在上面 再往上 增加花纹 增加图案 它很美 而且 一惊一伪 一功一商 就像 织锦 有横线 有竖线 把它巧妙地编织在一起 就像是 创作音乐 它有工商 等不同的音调 把它组合在一起 这形成美丽的 形成动听的音乐 汉复也是 把各种形象 各种语言 巧妙地 组合在一起 形成作品 汉贤 也说 说词服啊 大者与古诗同意 从大的方面 它跟古诗是一样的 小的方面来说呢 它便利可喜 便利可喜 这就是它的审美特征 所以他们都认识到 文学的审美特征 并且认识到 这些作品能够愉悦耳目 这个愉就是愉快的愉 假节字 能够愉悦耳目 这不正是文学的特点吗 同时呢 两汉时期 由于人们对文学兴趣空前浓厚 就出现了一些 以主要经历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比如司马向儒 这样 史记和汉书 都为当时的著名文人 专门历传 司马向儒传 王包传 杨雄传 等等 这些人之所以 被收进史书 就是由于他们在文学创作方面的 突出成就 这等于是给文学家历传 那么到了后汉书里边 后汉书不是汉朝人 是南朝刘宋的范叶写的 是南朝刘宋的范叶写的 他就在如林传之外 另立文院传 文院传 就等于是文学家传 里边 进文学传的都是当时 就是东汉的文学家 这也可见东汉文学家之多 是吧 所以人们才专门给他们立传 这是当时的文学渐渐的独立 再看两汉文学创作的成就 四百年间成就非常可观 首先是文 散文 既先秦之后又一次出现了创作的高潮 在文里边 有历史散文和论说散文 实际上种类还要更多 但主要有这么两大类 风格多样 名作如林 而且这些作品 都能够给后世树立典范 所以人们就说文必秦汉 所谓秦汉 主要就是指 指的是先秦两汉 还有人说文必西汉 都是说汉代的散文写的好 词赋是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 在汉代空前繁荣 人们说中国的文学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汉赋 唐诗 诵词 元曲 是吧 汉赋被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 汉代诗歌的成就也很高 岳辅诗 是汉代独有的 汉代兴盛起来的 是吧 后代是沿着这个路子 继续进行创作 是吧 岳辅诗继承了诗经的传统 另外还出现了文人的五言诗 文人的五言诗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在诗经之后又出现了新的诗歌样式 从此这种样式始终在诗坛上占据重要地位 就是七言出现之后 他也没有退位 是吧 他的地位也仍然很高 所以汉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 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两汉的文学思想 两汉的文学思想 儒家的文艺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是因为在儒家以外 很多家都是排斥文学的 墨家排斥文学 法家排斥文学 道家他有很好的美学思想 但是严格的说他也排斥文学 读家的文艺思想 主要是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 毛诗序是代表 毛诗序就说 故正德诗动天地 敢鬼神 莫尽于诗 先王是以经夫妇 成孝顺 后人伦 一封俗 诗要发挥这样的作用 经夫妇 成孝顺 后人伦 一封俗 用诗来教化百姓 使他们懂道德 改变社会风俗 同时呢 下边的人 也能通过诗来干预现实 上以封画下 统治者用封来教化下边 封指的是 诗经里边的封诗 下一封次上 下边的人要用它来 批评上面的人 而且是主文而绝见 主文是说 它要用文学的手段 要有文采 绝见 是用奇特的手法来见 也就是讽见 也就是不执见 要委婉曲折的 用文学的手法来劝见 这就是儒家的文艺思想 除了这个思想 还有一些有影响的观点 比如司马迁提出 发愤著书说 发愤著书 实际上它也属于 儒家文艺思想的范围 王冲提出真美说 这两种观点 后面我们都要讲 在这就不详细介绍 这是汉代文学的一个发展概况 下面我们看下一节 我们先讲汉代的散文 先讲论说散文 下一节就是西汉前期和中期的论说散文 汉代的散文可以分成两大类 史传散文和论说散文 史传主要是史记汉书 论说散文数量很多 体材也多样 有奏书 政论 书信 专注 杂文等等 各种样式 各种体材 那么他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不同的时期 就是两汉不同的时期 也有不同的特点 先看西汉前期 西汉前期 是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继位之前 也就是刘邦 还有汉惠帝 还有文景 这几代 这个时代 汉朝主要实行修养生息政策 思想上清静无为 推崇黄老 各家学说并存 言论也比较自由 还带有战国后期的特点 所以论说散文在这个情 这种背景下 发展起来 这个时期的作者 有两类人 一类是在朝廷的 一类是在诸侯国的 但是不论在哪的 他们的文章都有一个突出特点 叫做战国之余想 大汉之心声 所谓战国之余想 就是说作品思想活跃 议论纵横驰骋 注意形象 讲究文采 有气势 带有战国散文的风格 这是战国余想 像是我们熟悉的 贾怡的过勤论 带有这种特点 大汉之心声 是说这些文章在内容上 坚守并序 容百家一一炉 同时反映了作者 对于统一的 西汉政权的一种拥护的态度 一种为国效力的热情 不论身在朝廷 还是身在藩国 作家都是拥护国家的统一 反对分裂格局 都有这个倾向 而且作品感情充沛 气势强劲 这就体现了新兴的 大汉王朝的一种蓬勃的生气 这是大汉之心声 这又跟战国不太一样 那么朝廷的作家 主要是以政论和奏书为主 这种文章是起于 对王秦教训的总结 最早的有陆甲和甲山 陆甲作有新语 甲山有志炎 陆甲是跟着刘邦打天下的人 是个儒生 刘邦不喜欢儒生 因为他打天下的时候 用的是武将 是吧 用的是那些能够出谋划策的人 所以他呢 经常蔑视儒生 甚至有时候呢 还从儒生的头上 把帽子摘下来 当成便胡 这样的人 可是陆甲经常在刘邦面前 称隐诗书 刘邦就骂他 说是奶公 也就是说你老子我 是靠马上得天下 讲诗书干什么 那么 陆甲马上就反驳说 说你靠马上得天下 难道能够在马上治之吗 你枪杆在里边得着天下 你能够用枪杆的去治理他吗 没有文化能行吗 刘邦哑口无言 但是刘邦很谦虚 头脑也很灵活 马上就说那好吧 你回去给我写一写 秦为什么施天下 我为什么能得天下 你给我写一写吧 总结一下 他就给出了这个题 所以汉初很多文章 都是在这个题目下做出来的 陆甲的文章是这样 就是总结王秦的教训 提倡儒家思想 用儒家思想来规范人的行为 到甲仪更是这样 这已经是汉文帝时期了 甲仪是个年轻有为的人 像你们这么大岁数的时候 已经开始从政了 他死的时候才多大 才32岁 是吧 他20多岁的时候就做了太农大夫 后来皇帝还想让他做公卿 由于那些朝廷里的那些老臣们反对 才作罢 后来让他去 长沙 做长沙王太夫 是吧 他到了那 很痛心 整天痛苦流涕 但是他一直关心国事 他就给皇帝上书 分析当时的形势 他说啊 臣切为适事 我私下里头去思考 现在的形势 可谓痛哭者一 可谓流涕者二 可谓长叹息者六 若其他背离而伤道者 难以变局 现在到处都是弊端 需要改变 而且国家面临着危机 就像是 躺在一个柴火堆上 下边拿火已经把它点着了 火还没有烧到上边 他说很安全 实际上是危在旦夕 他就这么分析汉朝的形势 因为当时一方面 北方匈奴 咄咄逼人 另一方面内部的诸侯王 也时刻想发动叛乱 但是汉文帝当时呢 没有能够采纳他的建议 所以他很痛心 痛哭流涕 另外 甲仪的散文呢 有战国散文的特点 重气势 重文采 铺沉排比 夸张渲染 使得文词生动 节奏铿锵 很有感染力 比如过勤论 这咱们都学过 过勤论一个突出特点是什么呢 是他用铺沉来代替意论 他本来是论说文 他应该上来就讲观点 就分析 但是不是 他回顾历史 从秦孝公开始讲 讲秦国一代一代怎么强大 然后到秦始皇达到强盛的顶点 然后突然笔锋一转 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把秦朝给推翻了 他讲这样一幅 他展现给人们这样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触目惊心 秦朝 兴是非常爆 也就是非常猛 王也非常快 在这个技术上他提出问题 并且做出回答 所以很触目惊心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 陈胜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是吧 都比不过秦朝 简直就像拿着鸡蛋往石楼上碰 可是鸡蛋把石楼碰破了 秦朝被推翻了 他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结论 提出问题 得出结论 所以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这是一个特点 再有就是多处对比 多处对比 拿秦和六国对比 拿秦和陈胜对比 秦建立前后也是一个对比 多处对比 再有就是极力铺陈 语言富于文采 而且这些语言有的还讲究对偶 读起来铿腔玉耳 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 是继承了战国散文的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 还带有一点负的特点 铺陈阳丽 是吧 这是贾仪的散文 另外贾仪 他还有一些文章 是儒者之文 做而论道 平易朴实 就是告诫统治者 应该怎么怎么做 你们要拿贾仪的文集来看 那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文章 再有一个朝廷作家是朝错 这是汉景帝时代的人 他是个法家 他多次给朝廷上书 主张重农 易伤 发展生产 还主张要削弱诸侯 抗击匈奴 这些观点都非常好 当时他主张削弱诸侯 诸侯就反对他 他父亲就为之痛心疾首 就从老家来到这儿 来到这个京城来劝他 说你不要提这个削弱诸侯 削弱诸侯国了 你这是挑拨人家家人的关系 诸侯国和皇帝不都是亲属吗 他不听 他说不这样啊 刘氏就不能安全 刘氏不安 他父亲说刘氏安了 咱们朝氏可危了 果然这个诸侯王 就打着诸朝措的名义 清军策 发动叛乱 最后汉景碧就把他给牺牲了 就把他给杀了 他穿着朝服被斩 官服还没脱下来 应该被斩的时候 换成这个罪犯的服装 经过审讯 这都没有 当时上朝的时候 直接就把他推出去斩了 这样 他的这个文章啊 就体现了他的思想 也体现他的个性 就是非常的深刻 说理透辟 不讲文采 但是很翘刻 比如他那个论贵诉书 论贵诉书就是说 要重视粮食生产 重视发展农业 因为中国奉猎社会是农业社会 农业是国家的命脉 民以食为天 特别是国家要 这个抗击匈奴 就更得有粮食的储备 那么他就提倡了 发展农业 他就分析 其中就说 富含之鱼衣 不带清暖 积之鱼食 不带甘脂 就说到冷了 你想穿衣服 就不管他是不是清暖的 甭管好坏 像今天这天 假如出去刮风 你身上没衣服 拿过一件来就穿 积之鱼食 也不带甘脂 不管好吃不吃 拿过来就吃 积寒之身 不顾廉耻 你看他这话说的 非常的直率 是吧 积寒至身 不顾廉耻 人情一日不在时 则积 中岁不至一则寒 富积不得时 富寒不得一 虽慈母不能保其子 母亲 你不能给儿子衣服 和食物 儿子都会背叛你 有奶便是娘啊 君安能 已有其民在 这种情况下 国君还能有他的民吗 老百姓就会背叛 民主知其然也 故物民于农丧 他讲这个农丧的重要性 就说 这官 他不是从同情民生的角度 而是说 你不这样 老百姓就得造反 是吧 你的统治就难以维护 他这话就讲得 非常的直率大胆 当然也是很讲究实际 不讲那些空头的空洞的这个美妙的言论 是吧 而且呢 他这篇论规诉书还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什么建议呢 就是入宿败决 入宿免罪 就是鼓励那些有钱的人向国家献粮食 献给国家粮食就封给你爵位 买款欲绝 这就是欲绝 有罪 怎么办 如果献粮食 可以免罪 罪减一等 或者干脆就免了 用这样的方法来鼓励 富人向国家献粮 富人要献粮 他就得买粮 那么粮食就贵了 这样人们就积极的种粮食 农业就发展起来了 他用这样的办法 这办法很能奏效 但是这个办法呢 也有弊端 是吧 他不是法家吗 法家不是讲究法治吗 可是入宿就能败决 入宿还能免罪 法治到哪去了 所以法家你也不要听信他这一套 认为法家真的就执法不阿 是吧 也不是 秦朝也是 秦朝也 官场上也走后门 回头我们讲项羽本纪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 这个项羽的叔叔 项梁 在秦朝的时候就犯了罪 最后呢 这个 通过走后门 是吧 就是 才免了罪 也是这样的 这是论归诉书 这篇作品呢 是很有名的 他所论的问题 是国家的大事 提出的观点很深刻 所以 鲁迅就说过 贾怡和朝错的文章 都属于西汉红文 可是 朝错的文章 比贾怡的 更切实可行 当然 朝错的文章里边 还有一种思想 就是 重农 义商 它里边还讲 要抑制商人 这个思想 是中国古代 一个最不好的思想 抑制商人 轻视商业 所以中国 封建社会的商业 一直发展不起来 所以就难以 顺理成章的 由封建社会 渐渐的发展出 资本主义的因素 所以到后来 西方的资本主义 发展起来了 中国落后了 落后就要挨打 被打得鼻青脸肿 然后就学习西方 就追赶西方 就是这样 是吧 那么再看 藩国的作家 汉初藩国的作家呢 也很多 这些人还像当时的 纵横之士一样 到处留大 为诸侯王效力 典型的代表 有梅圣和邹阳 梅圣早年 在吴王的门下 他在吴王的门下 吴王后来不是反了吗 他发现吴王有谋反的意图 他就上书劝谏 说你不要反 既然做是不对的 也是不明智的 他就在这个 建吴王书里头 举了很多的例子 用了很多比喻 来告诫吴王不要谋反 说现在是以一吕之刃 既千钧之重 一吕啊 一根丝线那样的线 来既千钧之重 上玄无极之高 下林不测之渊 多么危险 而且说马方亥 这马惊了 又谷而惊之 戏方诀又重镇之 说这样 你是威上加威 说你必若所欲为 威于雷卵 难于上天 便所欲为 易于反掌 安于泰山 这样的文章 也带有战国纵横之文的特点 但是他的思想 不是像战国纵横家那样 不讲道德 不讲细腻 信口 开河 而是 表现了 维护国家统一 反对诸侯王叛乱的 这样的正确思想 周扬也是这么一个作家 这个梅圣啊 他后来见到这个 吴王不听 他劝谏 他就离开了吴王 后来到了哪了 咱们知道吗 到了梁国 在梁孝王门下 结果就写了一些付 下次咱们要讲他这些付 周扬早年也是和梅圣同居于吴王留鼻门下 也写过尚书吴王劝他不要谋反 但是他不听 后来周扬又受人忏悔 被下狱 他就在狱中 那是到了梁国之后 被梁孝王下狱 他就在狱中上书 陈述冤屈 这封信写得非常好 就列举了古代那些君臣愈合的势力 劝梁孝王要真正信用贤才 要信任他们 不要听小人之言 不谦于卑词之语 不夺乎众多之口 这样就抒发了一种正直之士 无辜受棒的悲愤 所以后来梁孝王看了 就被打动了 就把他给放了 另外他也是著名的副家 梁国之文另一个代表 就是淮南王刘安的 淮南子 刘安这个人 喜欢文学 喜欢招揽宾客 但是后来由于谋反被杀 历史上也有人替他报冤 说他没有谋反 实际上他是有谋反之心的 是谋反 淮南子又叫淮南洪烈 是他召集门客所编的 这性质有点像律师春秋 但是淮南王刘安本人很有文才 其中有些文章可能是他自己亲笔写的 淮南王刘安还写过一篇 《黎骚传》 就是他去朝见汉武帝 汉武帝从辈分上来说是他侄子 那么汉武帝知道他喜欢储词 就说你写一篇《黎骚传》吧 就是评价一下黎骚 他吃完早上饭接手的命令 到吃午饭前就写出来了 写得非常好 因为当时写字很慢 在那个竹简上写字 或者在帛上写字很慢 写毛笔字 不像我们今天 打字很快 他一上午就写出来了 这财词敏捷 写得非常好 淮南子呢 是他的代表作 包括二十一篇 内容涉及天文地理 政治哲学 道德 风俗 法治 兵略 等等各个方面 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几乎无所不包 但是他的思想倾向是以道家为主 也有人称之为杂家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他的书里边的思想很杂 这种杂恰恰是当时道家思想的特点 他要兼容并序 无所不包 当时的道家就是这样 所以淮南子内容广播 二十一篇形成了一个宏大而完整的结构 梁启超就说 说这个书啊是博大而有条冠 汉人著书中第一流 那么在思想上 他是兼容并包 以道家思想为主 兼收儒家 阴阳家 法家 明家 等等思想 兼收并序 荣贵百家 这是汉初道家学派的特点 后来司马迁的父亲司马坛 就概括 汉初道家的思想特点 说他们 因阴阳之大顺 采如墨之善 搓明法之药 淮南子就有这种特点 在文风方面 淮南子是红利 红就是宏大 利就是华利 华利而宏大 文心雕龙说他是 范采而文利 刘西仔说他是 连累辟欲 本诸义与庄子 而其为红富又能自用其才 其为红富 说 虽时与先秦诸子同时 一族成一家之作 他能跟先秦诸子相比为 他有些篇章 从思想到文风 接近于庄子 像袁道训 处贞训 还有的呢 又很像离骚 有些段落 他就把庄和骚 结合在一起 把庄子和离骚 和处词 结合在一起 独具技术魅力 比如写那个 驾车的那一段 有一段他描写驾车 说体悟大道 就像驾车一样 他就描写驾车 后来这一段话 在出土文物里边 我们也发现了 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 唐勒那个人 他有一篇《附》 也是写驾车的 很像淮南子 所以淮南子里边的 这些文章 他用庄子和处词的 特点于易卢 有些段落 很像当时的父 再有呢 他就大量运用 连类辟语的方式 隐类辟语 或者叫隐辟连类 大量的比喻 大量的运用预言 运用神话传说和故事 我们今天熟悉的很多预言 所以他自觉地运用这种 隐类辟语的方式 这就构成了一种 这个博彩旁收 纵横驰骋 酣畅淋漓 广博 宏富的审美特质 他非常广泛的 隐辟连类 这是淮南子 下面我们看西汉中期的论说散文 西汉中期主要是汉武帝时期 汉昭帝 汉宣帝时期 这几代 这个时期 西汉达到了强盛的顶点 散文也空前繁荣 内容和文风出现了三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就是开始有转变了 第一种出现了为朝廷歌功颂德 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品 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儒 司马相儒临终前 做过一篇附体的风扇文 就是为了歌颂大汉之德 为了朝廷举行风扇典礼的时候用的 风扇就是古代那些成功的帝王 到泰山上举行仪式 告绩上天 汉武帝准备进行这种工作 所以司马相儒提前就写好了风扇文 他还有建列书 劝皇帝不要驰骋田列 这也是出于爱护皇帝的角度 他说你这么驰骋田列 要是万一遭遇不测 马是前提怎么办呀 天子是尊贵的人 要爱护自己 他是这么讲的 于巴蜀席和难蜀父老 是司马相儒 他建议皇帝开发西南仪 就是现在的四川西南 还有云南这些地方 皇帝开发西南仪 当地的百姓加重了负担 就有怨言 于是司马相儒就被派到那儿 去宣誓皇帝的旨意 他就写了欲罢属席 批评当地的百姓 不知道顾全大局 当然也批评当地的官员 不知道 这个 关心百姓 表示皇帝呢 了解这些情况 安抚一下百姓 而难辅 蜀父老呢 是司马相儒 亲眼看到当时 百姓的苦难 觉得开发西南仪 确实加重了百姓负担 但是他又不敢直言相见皇帝 于是就通过这种方式 文中啊 假设蜀郡的父老 出来发牢骚 说开发西南仪 给他们的负担太重了 然后 这个使者 也就是司马相儒的化身 就出来批评这些人 批评这些人 说呀 你们就不考虑国家 光考虑自己 然后说 室友非常之人 然后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 然后有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 故常人之所义也 故曰非常之缘 黎民俱缘 即真绝成 天下焉如也 是说呢 这么伟大的事业 你们是不理解的 常人呢 不能理解 但是大功告成之后 大家都会享受到 他带来的好处 说整民于沉溺 奉至尊之修德 反衰事之灵异 既周事之绝业 天子之急物也 百姓虽老又物可以以乎灾 说这是汉朝伟大的事业 是天子 正在积极从事的 百姓虽然劳苦一点 怎么能够因此就停止呢 他又批评 属父老 实际上他是想 劝谏皇帝 但是不敢直见 所以在文中 用属父老之口 表达自己的劝谏 然后又站出来 站在皇帝的角度 把属父老给数落了一番 好像自己是拥护皇帝的 这就是这种文人 他不敢直言 但是文章写得非常精彩 另外文章里的话 也不是完全给皇帝拍马屁 而是有一定道理 是有非常之事 才有非常之功 有非常之人 才有非常之事 等到大功告成 百姓都受益 汉朝确实是如此 无论是开阀西南夷 还是抗击匈奴 当时都要用很多的民力 确实百姓负担是不轻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 不做这样的事 就没有后来汉朝的强盛 没有整个民族的发展 如果汉武帝不开发西南夷 现在我们的边界在哪 如果不抗击匈奴 说不定汉的文化 还保留不下来了 你看汉朝刚一衰败 近西近建立 也没维持多长时间 怎么样 五胡乱化 是吧 魏晋南北朝几百年 是吧 幸亏又有了唐 这才恢复 结果后来五代 五代之后有宋 宋就不行了 宋很弱 始终没有恢复自己的疆域 北方 如果咱们是在那个时代 现在咱们在这讲课 在那个时代 咱们在这个空间讲课 咱们是什么人 辽国人 后来是金国人 后来是元 跟宋一点关系没有 宋朝的统治 他的边界从来没有到过这儿 然后后来就被蒙古族给灭了 所以中原的华夏民族稍微弱一点 有牧民族就趁虚而入 就带来了战乱分裂 所以汉武帝 他是历史的功臣 他这样做是有必要的 所以司马相如这个画 虽然表面上看上去 是在给皇帝歌功颂德 但是他讲出了一定的真理 这是那个大汉的声音 是吧 汉朝的声音 这个作品也就是 同时也就显得 此早焰发 气势不凡 另外这个时代 出现了一些感慨 视之不欲 书写牢骚不平的作品 有董仲书的父 另外代表的呢 就是司马迁的 报仁安书 这个我们以后也要专门讲 此外还有东方硕的达克难 达克难呢 也是采用说反话的形式 他假设客人向他问难 东方硕这个人非常伟岸 有奇才 但是皇帝不重用他 他只会在皇帝面前插颗打魂 皇帝把他当成一个排忧 不重用他 他就写了达克难 假设客人向他问难 说你这个人这么有才 可是却没法跟苏秦张仪相比 这是怎么回事啊 于是东方硕就站出来 对自己辩解 就回答 说此一时比一时也 说那个时候战国时代 诸侯并争 是受到重视 得势者强 昌失势者亡 现在呢 不行了 天下一家 皇帝说了算 随之则暗 动之则苦 尊之则为将 卑之则为卤 抗之则在青云之上 抑之则在身权之下 用之则为虎 不用则为数 在专制的时代就是这样 皇帝想用你 你就是虎 不想用你 你就是蜀 你有权 皇帝给了你权利 你就是虎 不给你权利 你就是蜀 虽欲进节孝勤 安置前后 我想孝忠 我想为国效力 可是没有办法 他说要让苏秦张仪 跟我生在同代 他们还不如我呢 这是书法牢骚 这是怀才不遇 这是当时另一类文章 好 当然更重要的 更有影响的呢 就是报仁安书 这以后我们再讲 好 今天就讲到这吧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